近日,据俄罗斯专家披露一个消息称,印度对美国的纪令提出了抗议,他们认为美国对俄罗斯施施制裁,严重地损害了印度的利益,这话应该从何说起呢? 原来他们认为,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装备,占到了俄罗斯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,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,不仅妨碍了印度新式武器的采购,还妨碍了旧武器的升级改造,特别是印度最近要购买的S400防空导弹,居然被美国警告,如果印度执意购买,那么美国将不会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,这也让印度防长大为恼火。 直接喊话,美国的法律管不到印度来,美国虽然是印度的第二大武器进口国,但是动不动就拿武器接运说是,这让谁心里都不会好受,印度自然也不会让美国牵着鼻子走。 俄专家表示,近些年来,印度一直将俄罗斯视为长期盟友,主要源于数十年来,印度的武器进口,包括升级换代都是俄罗斯进行完成的,而俄罗斯在应对印度的武器采购时,也尽量买足印度提出的需求。 对印度来讲,这是十分有利的,而印度也自认为,俄印双方会始终保持着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,从未中断过。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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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